我一直都想養一隻有缺陷的貓 因為未必那麼多人有時間 或者有能力 或者家人也願意配合去做這件事 始終可能為家裡帶來一點麻煩 如果我能夠做到,就做吧 希望能幫助這些貓 你叫甚麼名字 有中文名字嗎 中文名字叫甚麼 喵喵右邊臉,沒有眼睛和耳殼 是因為他以往的不肯經歷 喵喵以前是一隻流浪貓 牠跟著媽媽在一座工業大廈的停車場生活 每天都等一位動物義工餵牠們 一天,這位義工發現喵喵受了重傷 在垂死的邊緣 有一位愛心人士說 有隻貓好像被車撞到 在紙箱裡拿進來 我們打開紙箱時看到一隻貓寶寶寶 牠的右邊臉就血肉模糊 有很多烏鷹蟲在生氣 最初我們都是流軟 會跟牠洗傷口 做一個叫稻蟲治療 牠右邊臉的傷口 真的像牠的半邊臉那麼大 很難直接去找那麼多皮 去跟牠縫起來 我們就決定讓牠的傷口 不夠埋伏 變成我們不需要找很多皮 就已經可以跟牠縫起來 手術期間我們就決定 把牠萎縮的眼睛都容易除 之後牠有一點後遺症 就是牠的嘴巴撞起了 生命力很頑強的喵喵 留院兩個月就康復了 一群哥哥姐姐還著手幫牠尋家 看到牠的照片的時候 我第一感覺好像蘇打 不知就莫名有一種感覺 覺得很想要牠 我沒有看到牠任何那些 剛好救牠回來的時候 那些很糟糕的照片 所以感覺不會覺得很慘 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郭先生說 牠好像很多人一樣 不如留一個康復再找一些 可能比較少人喜歡的貓貓吧 隔了一段時間 牠又再放回這個貓貓出來 可能之前的面試未必是最適合心水 我再跟我先生說 申請令氧喵喵喵 第一次看到牠的時候 就覺得牠很奸笑 我覺得算是融合的 因為Miu比較惡霸 牠會走過 突然會打打其他貓 但其他貓大多數會引揚Miu 記得Miu Miu第一天來到我們家 牠很害怕 我們把牠打開了 然後牠躲在自己的袋裡 牠可以在家裡站到四處走 牠最喜歡去我們床褥和牆壁中間 有一條褲子約半呎都沒有 牠很喜歡把自己放在那裡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那條褲子夠窄 牠覺得很安全 除了吃東西或洗手間外 牠基本上都會把自己放在那裡 我經常忍不住走過去 看看牠有沒有呼吸 好像看電視那些 試試牠的鼻子 或者把手按在牠的肚子上 看看有否起伏 八個月前 Miu Miu就在這間診所撿回一條命 不知道Miu Miu還認不得 替牠做手術的關醫生呢 你好… 都習慣了現在家裡的生活 暫時都習慣了 但牠很喜歡打人 不知道是否因為牠沒有牠的眼睛 沒有牠的耳朵 牠很喜歡追人打 是 牠的嘴子還是有點竅起 我們經常都說牠像小丑一樣 始終牠的牙現在來說 是歪了一點 牠其實又無法清潔的關係 所以比較骯髒一點 但始終牠都肥了 健碩了的關係 暫時就不太影響牠吃東西的方面 將來如果牠做了注入手術 可能會變肥 會有… 後日有隻眼視中看不到東西 會否影響牠的跳躍 如果牠有肥肥 不用擔心牠們很厲害 尤其是牠這麼小 已經沒有眼睛 其實牠們適應的能力很好 所以你不用特別擔心 我有點擔心牠們 因為牠們的貓很喜歡 握著牠們用後腳碼 把牠撐牠的頭 我擔心牠在這裡會不會被撐 沒問題… 牠裡面其實是有骨 你不用擔心的 這裡可以的… 我發覺牠的餵藥都很乖 真的要放進牠裡吃 給我們訓練有數 對… 始終餘了這麼久 牠一次也沒試過撈出來 即使小時候牠也很乖 對,即使牠不小心丟掉了 牠會自己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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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 應該是人和動物要共融在社區 這件事其實很值得我們要去反思 還有我們要教育下一代 無論是年輕人也好、市民也好 其實要給一些很基本的生存權利 給我們的動物 不如就讓我介紹多位朋友給大家認識吧 牠只有三隻腳 但依然活力十足的抽筋仔 不過自從Michael和Catherine領養了牠之後 已經替牠改名為Mission 有些人會覺得唐狗 特別是牠少了一隻腳 之前一定是很頑皮,跟人打架 然後被人咬掉一隻腳 這種情況 但誰知道最恐怖之處 不是其他狗令牠這樣 而是人類令牠這樣 而是人類無緣無故弄出陷阱 製作一些捕索器 令一隻當時只有三、四個月大的小孩 無緣無故會斷了一隻腳 然後要面對一個折肢的命運 我每次看牠最初… 即是NPV、Postily那些 牠沒有一隻手 還沒做手術之前的照片 做完手術後的病樣子 我會哭 那種哭除了替牠痛之外 是覺得一隻這麼小的狗 居然可以為生命 自己這麼頑強地鬥爭 牠是對生命的尊重和珍惜 其實我們人類都應該要學習 不要輕易放棄生命 我們希望Mission 雖然沒有手術 但牠經過這種經歷 這麼特別的外形 就會令人很容易知道 感受到領養動物的重要性 好 其實起初也有一種感覺 就是我們給牠一個機會 因為牠只有三隻腳 給牠一個家 希望牠以後生活會好一點 不需要在外面害怕生死 但其實養落後 發現不是我們給牠甚麼 而是牠給了很多好的經驗 回憶和意義給我們 有什麼事 我會不斷地 就可以拿де什麼